治療黑斑 治療黑斑的話 我們在臨床上在使用 會建議病人使用一些美白的保養品 但是美白保養品的一個效果的話 可能會來的比較溫和比較慢 我們會使用一些美白的環溶藥膏 環溶藥膏的話 最擔心的是它的刺激性的問題 還有長期使用的一個安全性的問題 因為外用藥膏有一些會有所謂的 Hopnosis的一個副作用的一個疑慮 在選擇這些不管是美白的保養品 或者是外用藥膏的話 最佔意的就是它長期使用的一個安全性 還有它是不是真正的有效的一個考量 市面上的美白的產品非常的多 美白的藥膏也有非常多的一個種類 那Cistamine這個東西呢 它是一個天然的胃基酸 所以它是溫和的 然後安全又有效 那它不只是可以抑制我們的乱酸美 達到一個抑制美白黑斑的一個效果 它另外也可以讓我們的黑色素在形成的過程當中 往所謂的Viu Mena 而不是往東方的Viu Mena 這個Pathway去走 這樣子的話呢 是有一點點所謂的疏導的一個方式 有別於傳統的一些美白的產品 或者是外用藥膏 只有在單獨抑制的這條Pathway